無論你平時會不會煮飯或會不會煮飯 家裡的廚房總會有兩三把刀開門口 所謂公肉善其事必鮮利其器 到底一般家庭要選甚麼好刀呢 我們有請刀王華叔 Bye Bye 你好 Hi 刀之中一般來說就是有分三大雷 第一類就是骨刀 第二類就是文武刀 第三類就是片刀 三類就是在家裡的 亮刀又要分別類 骨刀亮的不會斑的 多數是德國刀比較穩陣 現在半鋼比較穩陣 因為那些鋼水問題 鋼質有問題 又骨刀 片刀 手工來說就去日本 做手工就去日本 以鋼質來說就是德國 一般家庭一把文武刀 一把片刀就可以了 文武刀 就是一般家庭 用來斬雞 剪肉餅 切芽菜 這叫做文武刀 片刀切不到骨刀 骨刀是專門斬骨刀的 港內有幾千種 港魚鴻之中 這種是最好用的 梅生瘦的就是 梅生瘦的最好用 最好最利 因為它是炭鋼做的 抹乾它或者生油抹一下 吃生油 不受過不用的 它要封 切蕃茄沒有碎出 切蔥就要穿真 但你不開口 是快到毛膏 膠紙 兩層 四層 經過我的手 可以打開 一定要的 鎮品不要用纖維 玻璃纖維會壞刀 太硬會壞刀 刀鋒會壞壞 木和膠紙 最好